而之前大声疾呼反对一刑法的马华和民政党领袖 今天却双双都前往提名中心 协助巫统候选人造势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钟来和民政党主席马秀强 都异口同声的说会动员投入竞选活动 希望借此机会向华裔选民解释一刑法课题 同时群求华裔选民给予更强大的委托 让我国政局别继续走向神权治国的理念 我会跟我们所有的华社解释 因为全国的华裔都非常关注这个课题 我会告诉所有全国的两个选期的华裔同胞 因为大家都在关注我们华裔的选票 是不是会再给伊斯兰党或者是阿玛纳党 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政党的DNA都是一样的 廖钟来说 国政必须根据成员党的一致共识 来拟定治国理念 不应该出现一党独大的问题 不过对于是否出席星期三巫统召开的闭门对话会 听取巫统对于哈迪阿旺私人法案的解释 廖钟来说 目前还没有接获正式的邀请 而一旦接获邀请 马华一定会出席表达立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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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